在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偉積極推動下 市議會首次成立議政顧問 特別邀請第18級第19屆議員們參與 議長同志偉親自頒發顧問聘書 包括施氏民、鄭怡信、鄭可熙、莊榮青、詹春陽 鄭寧清良、莊景田、蘇仁和、徐莉莉、林明志、陳江山 以及陳志成等各黨派前議員們 是否有向市政府的市政顧問互別苗頭打對台的意思呢 同志偉表示議會和市政府的運作方式以及職責完全不一樣 只是希望虛心接受議員前輩們的指教、廣納、建言 沒有政治問題讓府會運作更順暢 我想我們市議會是首次來邀請議政顧問 那議會的運作跟議會的運作方式跟市政府的執政方式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行政單位 一個是監督機關 所以我們在持續招募顧問的過程中 我們會希望廣納更多的聲音 讓我們更多的後生晚輩 包括我自己 都可以持續的跟各位前輩們來學習 為問政的力道加強監督 我想會讓基隆市的輔會運作得更順暢 然後我們的基隆市的進步可以持續改變 我想這是我們最大的一個初衷 沒有任何的政治問題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第18、第19屆 其實議員有不分黨派非常多 有國民黨 也有我們民進黨 也有親民黨的前輩們 我想大家的聲音都是我們非常重視的 所以我們也會邀請大家 給我們很多的一些相關的經驗做參考 我想未來在基隆市議會的運作 可以有更多的建言 我對基隆市政是一個好事 議長同志偉進一步指出 這只是第一批以議員前輩為主的議政顧問 接著還會持續成立來自百公百業的議政顧問 讓現任議員們可以傾聽民意 在問政過程中刺激市政府更進步 加速市政建設 我們今天其實是第一批首批 我們當然是以議員前輩們為主 接下來的第二批第三批 我們會希望廣納各界 也就是我們的各行各業 百公百業的領袖精英們 包含婦女團體 或是甚至是我們的相關的 譬如說市場的團體等等 讓我們的議會有更多的多元的聲音 然後更實際的接觸更多的民眾 讓更多的民眾聲音 傳達到我們每一位代議師的身上 讓我們代議師在問政或監督的過程中 也可以刺激基隆市政府更進步 議長也特地在市議會這個娘家 設宴款待出席的前議員 也是首批的議政顧問們 感謝大家回娘家 未來不吝嗇指教 特別多多給予他個人 以及後生晚輩年輕的議員們 建議和鼓勵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